Hello 大家好 我是Gary 这是一个兼具理性与感性的 不务正业的频道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 你可以订阅一下 如果你已经订阅了 记得打开小铃铛哦 Hello 大家好 前任职有观众跟我说 说最新版的导航网 已经可以连接 CarPlay 然后问我说 可不可以拍个影片来 比较看看 那我当然立马我就下载 然后我只有一连上 CarPlay 我才发现 What 你要连 CarPlay 这个功能 你必须先订阅 你不能用免费版的 OK 它是一个月 一个月是30块 等于是一天只要一块钱 那你现在订阅的话 还会先送你7天的 这个完整版的一个使用 然后再加上它的订阅 是没有这个 和绑约的 也就是说 你如果说用一阵子 你觉得很不喜欢 你随时可以取消订阅 也就是你最多就是浪费30块 好吧 既然都要比较了 那当然是要拿来 跟我最常用的这个 Google Map 来去做比较好 看看呢 这个新版的导航网 它有没有办法解决 现阶段 Google Map 的很多痛点 然后甚至是一举威胁 这个Google Map 现在在CarPlay上面的一个地位 我们就以下这几点来比较看看 导航网 目前在CarPlay上面的输入方式呢 只有语音的输入 如果说你是希望在车机上面 可以利用触控萤幕的方式 用拼音或是作音去找到你要的地址的话 目前它是没有这样的功能 不过如果有时候你在语音输入的时候 你找不太到地址或找不到你要的目的地 其实你可以先在手机上面打开导航网 然后搜寻完之后 你在连接上CarPlay 不过我觉得我自己试用到现在 我是觉得它的语音辨识度还不错啦 跟Google Map有的比 我呢其实本来使用Google Map 其实我就很习惯性的会使用语音搜寻 来去找地址了 所以我目前为止觉得 没有什么特别不方便的地方 台中市大理区 一鸣路二段 一百七十号 台中市美春路一段六十三号 往南 oh yeah oh yeah 这个功能真的是太棒了 我觉得之前啊 Google Map最让人扣病的就是啊 它不会说出路名 明明这个荧幕上面都有显示 等一下要这个转哪一条路 都有路名会显示出来 可是它就只会讲出向右转 或向左转 它就是死都不告诉你 向右转哪一条路 往西南 在一百公尺处 向左转 向左转 我觉得这样子会导致啊 我在用Google Map的时候啊 时不时我就要去瞄一下 荧幕上面的路名 然后呢 我要确认一下 我等一下右转或左转 是要转哪一条路 我觉得这样 无形之中其实是蛮危险 那现在 诶 老航网已经会告诉你路名了 一百公尺后 请右转 东方路 请右转 东方路 老航网 导臺王 它在这个 不管这个路口呢 它是比较单纯的 或比较复杂的 它一定都会有 跳出一个小视窗来 告诉你 等一下你要转弯 是要转哪一条 是转右边第二条 还是右边第三条 还是左边第二条 或左边第三条 那在高速公路上下闸道 它也会有一个提示 告诉你 诶 你现在是要上闸道 或下闸道 然后或者闸道 是要转 进闸道之后 要靠右边 还是靠左边 这一条 其实它都会有 这样的一个提醒 那这个功能 其实在Google map的时候 其实它就有了 只是我自己是觉得 导航网的看起来 更美观一点点 更漂亮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 这个部分 很棒 我觉得这一次 导航网的这个 导航的语音的 出现的频率 我觉得算是控制的很好 那相比起来 Google map是非常非常地 刮躁 这个我之前在 之前影片就有 跟大家反映过了 我觉得Google小姐的语音 它才是提醒的 太频繁 太频繁了 明明就是一条 很直很直的路 它也要一直提醒你 靠左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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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相信之下呢 这一次这个导航网的 一个导航 我觉得它在 语音提醒上面 算是 还蛮适中的 也是该讲话的时候 会讲 可是 不该讲话的时候 其实它也蛮适向的 我觉得 这个导航呢 应该会让我老婆 蛮喜欢 因为我老婆 已经不止一次 抱怨我的车上的导航 真的太吵 各位观众 我们真的可以 把我们手机里面的 神盾 删除了 好不好 现在这个导航 已经完全自带 测速照向提醒的功能 除了这个以外呢 它还有道路速线提醒的功能 它会很温馨的提醒你 这里的速线是多少 然后呢 你可以开慢一点 不要开太快 等等的 或者是等一下要汇车 等一下左转弯会汇车 请你要特别注意 它都还有这样的一个提醒的功能 所以我真的觉得 600公尺后 常有取地超速 限速100公里 一公里后 有固定特速照相 限速100公里 整体来说呢 我觉得这一次新版的这个导航网 有一种来势汹汹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基本上解决了很多 Google Map 在CarPlay上面的痛点 而且把它变得更完善 重点是它心机很重 虽然它是订阅制 可是它的订阅 一个月就是30块 等于一天只要1块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订阅金额 在我所有的付费的 不管是App 或是任何订阅的服务上面 相比较来说 我觉得基本上实在是很无感 这也应该是导航网 为了想要充量的一个策略 当然我们希望 这个未来服务越来越完善 它可以继续维持这个金额 不要动不动就涨价 不过啊 我觉得它现阶段在CarPlay上面的优化 还没有做得非常非常的完整 在手机上面使用这个导航网 我觉得它功能非常非常的丰富 很多 可是当它连接上CarPlay之后 其实有很多很像就是被阉割了 比如说你要搜寻地址或周边景点的这个功能 如果你在手机上面操作啊 你可以搜寻的种类啊 之多之丰富 不只是加油站停车场 甚至连公家机关 或者是一些卖场什么 你都可以搜寻到 可是在CarPlay上面 你在车机上面按这个东西的话 它就是只能让你搜寻加油站 只能让你搜寻 停车场 就这几个而已 它不像手机里面这么样这么样的完整 再来还有一个就是 它手机里面有一个即时路况的功能 连接上CarPlay之后 在车机上面是没有的东西 就是我为什么特别拿出来讲 因为我非常喜欢它手机里面的 这一个即时路况功能 因为它 它的整个镜面非常非常的直觉 你而想要看 比如现在高速公路哪个路段 有没有塞车 哪一条快速道路的路段 有没有塞车 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到 而且很直觉的点它就有 而且你当然也可以调出高速公路上面的监视器 来去看 到底现阶段真实的车流量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方便 比我之前用过的路况的Apple产品 都还要更好用 所以我也很希望它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功能 把它全部都完整的整合到CarPlay里面来 它在车机上面操作的功能跟介面都可以跟手机上面是一样的完整 对了 忘了跟大家讲 我觉得这一次的导航网 它的整个画面的一个视角 除了呢我们最常用的这个平面的视角之外 它也可以改成3D哦 3D的视角当然我个人觉得这个比较不实用啦 不过实在是也算蛮华丽的 不过当然可能现阶段它也没有这么多丰富的建筑物 可是我觉得其实看3D我觉得就是有趣的性质比较高啦 那另外的话呢 它的一个语音的一个配音 并不仅仅只有女生的声音哦 你也可以改成这个什么霹雳有侠 里麦克跟火技的声音哦 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新鲜感啦 那因为我自己试听了之后 我大概马上就改回去女生的声音了 因为我觉得火技跟里麦克的声音 两个搭起来感觉还是怪怪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请你按赞订阅或分享 那如果你刚好也有使用CarPlay 然后呢你也对导航的一个城市呢 还在选择或你希望可以有更好的导航的体验 那我良心建议你可以使用看看这一次新版的一个导航网 那我觉得其实它已经跟我以往使用的车机上面的 这种导航的不管是PapaGo或是导航网 这都好 我觉得它已经越来越像了 假以时日 就是它如果接下来的更新可以越来越完善的话 我相信它会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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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棒 好吧 好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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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